觉得起来不错的小哥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一张办卡 是大的大爱 虾眼狗通过飞向的方式也能走 你这不拱我不拱我就正常走齐了 输得体面一点 临死之前吃个子是吧 春秋大哥 上马熟这个点 下一步百局往这走吃 往这走打 谢谢我家坚持哥的办卡 看来放这个音乐确实有点犯困呢 刚才听了几秒钟 这个音乐有点犯困境 对方没有吃我的马 如果对面吃马的话 我这骑必是打中兵 这手骑走一个多子归编 对对方又以压力的骑 他要是不吃的话 我们这手骑打兵 将来呢给马生根 他就吃不了了 然后呢 这个骑其实也可以在反架中泡回来 把这个弱马气了 这个骑怎么会输呢 输在哪 这骑架中泡啊 怎么会输呢 中泡铁门栓 想靠坑怎么挖了吗 想好了呀大鱼佬 我们刚才讲了架中泡铁门栓 下一手摆个鞠 扔个鞠下来 配合这个钓鱼马 配合铁门栓 这不快死了都 那对方这个骑 这么走的话 我方上马 蹬着对方的车 然后这个骑呢 再甩个鞠 走个鞠八平 鞠七平八 然后呢 这个骑再扔个底下底 这样对方一吃我进鞠铁门栓 不吃的话吃完再进嘛 再配合鞠啊 这个骑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刚才还没有打鞭兵的时候 就说过要架中泡 走这个骑 这个骑的思路就给他设想好了 在打完鞭兵 想要打中兵 或者打这边鞭兵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个骑 黑骑将来架中泡 走出舵子归边攻击对方 最后用铁门栓 杀死对手的想法 牛皮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别人说笑笑 这个一下子把它看穿 这个七八九步十步 左右的骑还是有的 这个斗鱼换的新的粉丝牌 颜色确实不错 我感觉也是 比之前的好看多了 他把鞠给我换了 不换的话 这手骑鞠冷底 他就废了 好了 这个骑把我放一个车 这么地话这手骑小马往上上 小马往上顶 对方底线就是不敢乱动的 这个点是能站住的 马上去 马到成功的一排骑了 马到成功的一排骑 有时候这个新版改版之后 这个半卡的转瞬即逝 真的是有时候就会忽略掉 有时候看齐吹牛皮的时候 就会一不小心给漏掉 尤其是吹起牛皮来 就就看漏漏 非常抱歉 进马下一步拱兵吃马 再进马踩炮 两马直接踩炮也是欧了个K 那么同时这边也有再上马的起 再上马再进马卧槽 对方底线鞠不敢吃 吃了进鞠铁门酸 谢谢哈佛 那对方出将了 非常明确 这手棋呢 我方推炮 将来呢 为进马踩炮做准备 进马一踩 对面阳士 送个马将军 对方这手棋吃掉 百局一将 是绝杀带走得起 进马一踩 对面阳士 进马一将 对方上将 我在百局 对方吃掉 我在百局 吃 不对 不带将军坏了 看错了这棋 不对 进马踩炮 不带将军 这个棋不带霞 哎呦 我想哪儿去了 啊 这个棋 我以为带霞呢 吃 他吃我马了 这个残局看漏了 非常抱歉 没事 这个棋还能走 这个棋还是迎起啊 就是我残局看漏了 欢迎瓜哥 吃 吃 精彩留情 好的好的 我们家坚持哥 嗯 又回来看棋 哪个棋 精彩留情 力啊 坚持哥 你说这盘棋 还是后边的棋 对方这个棋 唯一的马丢了 朋友们 把他吃光了呀 啊 这才叫什么 叫纯纯的吃光 你说说 嗯 这就是什么 叫纯纯的吃光 大了两个子 把他去光头了 啊 这个棋 一个大字都没了 废了个废废 喜欢大家喜欢 不过我那残局 我自己看错了